跟大家說的 入屋之前 尤其是現在七月節 因為我最近都發現 我入屋之前 我不馬上開門入 我會開門之前 定一定神 然後我看一看周圍 有沒有一些小的飛鵝仔 昆蟲 因為尤其是你家裡 本身是有一個強的能量場 或者結界的 那個靈體不可以貧空入 它一定要負進去 然後這樣跟進去 這些就是 所以為什麼我剛才弄一支噴噴給你 就是其實你出門口之前 或者回家開門之前噴一噴 將能量鞏固了的時候 我們就會叫做彈一彈去走 還有什麼呢 讓你那個意識清晰 因為裡面我都入了一些好的能量 所以剛才所說的就是這件事 就是回應你的題目 幻術 為什麼我會覺得是一種幻術呢 其實是因為你是認識他的 你認識他的 實際來說 他勾起了你對他的一些負面情緒的時候 其實他才做到事情 你明白嗎 我明白 譬如他先用一個幻術 讓你害怕來了 你的能量散損了 他便再派其他東西來 便容易做很多 因為問題就是 我看不到東西 所以看到東西的人 會被他的幻術影響到 而我一些麻瓜的話 我看不到的話 他就會做一些古靈精怪的 聲音啊 對 讓我警告到他 是 他會 令到你的人 原來他會用什麼方法 去找一些靈體 高能量的靈體 不是普通階軌 一些可能是妖 或者精 或者高級的靈體 首先他會來 擾亂你的思維 然後呢 我不知道 我猜的 是拿了你的 小小的靈體 你不可以把所有靈體 讓你的人的意識狀態 很像 雲車浪一樣 整天坐在家裡 好像半死一樣 你會很害怕 工人走過你也很害怕 誰下樓梯你也很害怕 你這個人很害怕 搞到你害怕的時候 他便容易去 用一些意識形態去侵犯你 是的 所以其實我經常說 如果你面對這些情況 第一件事 你去 呼喚你自己的 宗教的善念高靈 先去保護 還有就是 除非 真的可以去到驅魔人 那些已經 那些凳亂的飛 那些都飛過來 那這些 你當然要避 或者馬上要反擊 但一般情況下 你其實 安頓的情緒下 你找回你的思念高靈 其實它 用它的能量保護你 反過來 它出現的所有靈界靈體 你請回你這位善念高靈 是 你給他們一個善念的光 其實它這些 它會自己消散的 其實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聽過佛士德的故事 沒有 佛士德其實是西方一個歌劇 其實是講過男主角出賣靈魂給魔鬼 其實我覺得 很適合聽 我想聽 所以其實 原來真的人 原來我經歷了之後 原來人真的會出賣自己的身體給魔鬼 原來真的有這些 其實我會覺得 現在有少數人 不是多 某部分人 其實它突然間 確實是有一些功能出現了 其實它沒有想過 其實有一些意識體 其實是養肥著他們 之後就帶你走 是不是真的會玩的 當然 你世界上沒有free lunch 我經常都說一件事 是 世界上有一部分 少數的人是天選之人 你看到 東方號西方號 他們有些大預言家 或者他們有些 有特殊能力 特異功能的人 他們那些是天選之人 其實他們是過去世 裡面努力了很多世 你看不到 我們眼中裡面 就是 Inborn就有這樣的能力 但其實 人家是過去世 努力了 你看不到 反過來 就是說 因為現在我們大部分人的 意識 或者我們自己對這件事有興趣 譬如我們現在喜歡研究外星人 一些神秘的東西 原學的東西 其實某程度上 我們是呼喚了他們進來 譬如簡單一句 如果之前 大家沒有想到這些靈魂 鬼魂 通靈 其實就算你在山裡的靈界 深海裡 山裡 其他地方 可以進來是難的 為什麼難呢 就正如剛才你那句 你剛才那位高人朋友都說 你要正式委託我 我才可以接你的案子 如果我們地球 我們城市人 我們沒有呼喚那幫 在森林裡面的自然靈 或者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他們是進不了城市的 這個就是緣 緣起 這個緣起除了是說 你明白的 我叫他來給你 還有就是什麼呢 每一個意識 其實他會創造到一個能量結界的 結界不一定是用四張符 或者怎樣創造的 很簡單那句 你下次 尤其是你去酒店房 你坐下 我都說你感覺到靈界 你首先很禮貌 我覺得你對神好 對人好 對靈界都好 什麼時候對萬物尊重 你很坦白跟你說 我真的是真金百銀 租了這幾間 這間房間幾萬 幾萬的 我請你們去其他地方 之後你自己坐上 用個意念 鞏固 現在由今天這一點 去到哪裏 這個時間 這間房間 屬於我的私人地方 請大家不要進來 其實你已經用能量 創造了一個特別的能量場 這個我們就寵之為結界 所以其實就是說 為什麼福和無門為人自招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 其實我們現在現代人 因為我們現在開始全球 因為經濟不好 地緣政治 大家對未來產生不安 加上2017年九運的能量度 的時候 大家對心靈究竟是什麼 靈魂是什麼 那些渴望越來越升高 其實你是喚醒了一班 這樣的意識能量體 當然 至於你問我 是不是大紀維度過來 其實你知不知道 你要入地球的能量網 一點都不容易 大家 大家都有看Marvels Marvels有些概念 其實可以借來解釋 譬如你每一個星球 你怎麼會沒有星球的身體 你不會隨意跨越得到 所以其實就是 我經常都說 有時候聽到的東西是很大的 但其實我會覺得 我遇到的個案 通常結果就是什麼 其實可能你現在覺得 搞你那個人 其實他接下來 都會只不過是沙魚點心 其他東西會帶他走 因為當初我問過太多人 身邊那麼多師傅 他都給了一個答案 我 就算是 建集通靈師 那部電影 即是那個通靈什麼的那個 那個妹妹 是他告訴我 我先聽聽 他說 這個人 陰得很厲害 我因為我很害怕 我怕什麼呢 我不知道他究竟 他背後有多大能量 我初頭又怕死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說 其實 像你所說 他用的方法 就好像 玩蝶仙一樣 每一晚去 一個念 去求他自己 想要的東西 所以就是 給他的念 叫了一些 不屬於我們 這個社會的東西 在山洞裡 叫了回來 然後 他們大家會有一個契約 這些就是靈魂交易 所以我都告訴你 很簡單的一句 例如我們 出來社會 我們都說 你有些腦簽局 是 他開頭不給你甜頭 你怎麼會 Fold into whole body 但現在的人 他一有少少異步 或者少少靈感 他就沒有衡量過 那個source of power 或者他做的那樣東西 其實 在那個宇宙能量法則裡面 是不是對 因為每個人 都不會覺得自己 在做錯的事 是 尤其是在這個 我的世代 我經常都說 所以其實在這個世代 做教育是很難的 就是 我 真的有一次有人 跟我說 可以問完我一件事 我給他一個建議 然後他會覺得 嗯 我覺得不是這樣 那我就 你都知道我比較有性格 我不用串 我就說 我都跟他說 那也挺好笑的 你是不清楚這件事 你 找我做consult 對吧 consult 那我給了一個答案 你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 我那件事是錯呢 如果你認為你有這樣的能力 是judge我的東西 對還是錯 那你又為什麼要問我呢 所以現在的人是很好笑的 其實呢 我們現在經常被這個 紫序金迷呢 只是懂得唱好的世界 騙了 嗯 生命永遠的完整呢 都是喜怒哀樂都有的 嗯 Life is noble of cherry 但是因為現在呢 大家被那些洗腦式廣告呢 太入心入肺 就是一套韓劇 你永遠不是阿霸總 不知道為什麼 一定要是帥仔 又要有錢 但是為什麼 對其他人很惡 就唯獨對你溫柔 就是 其實我們只要 你的智商 向一百以上的人 你用心流想一下 你現實 你會知道 出現這個情況 在自己身上 的壞言率有多高 嗯 但是 我們的心靈渴望 就會希望什麼 我就是那個幸運兒 嗯 但是正正 在我們人世間的路遷 以至能量世界的路遷 和靈界的路遷 要騙你的靈魂 他就是要 奪到你的這個固憾心 我覺得 你們剛剛說的朋友 其實 他自己 都有他的悲慘 將來 因為我覺得 他正正在運用這個 因爲什麼呢 你想一下 你什麼時候會見到魔鬼是不好氣息的 只有被魔鬼利用的人才是不好氣息的 是啊 你明白嗎 是啊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一般的做法 我都會建議當事人 如果覺得感覺被受騷擾 首先如果你有自己一個信賴的宗教的話 你首先就是請你那個宗教善念的神明 給你一個祝福守護避陰 任何東西來騷擾你的 除非你說真的突然出血痕 吐血啊 或者突然間你真的有個重的病症 這些這麼實在的東西 那你就真的一定要找一些高人出手 或者是請他們幫助 如果不是你說純粹是開頭聲音的時候 你就請你的宗教善念工藝保護你 加上他也都會將他的好的能量 分享給你一些騷擾 老實說 可能那位都是被人要脅做的 網台節目開始接受訂購了 你除了可以親身到上環D100專門店之外 還可以去銀行入數 又或者透過櫃圓機過數也可以 還可以登入D100網站D100.NET訂購 想即時過數? 用轉數快就更加方便了 感激各位支持 有沒有不明白 可以打給D100網台專線 電話22971825 22971825 媽 媽 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